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零度军舞,我是小杜 大家都知道,我国2006年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三峡大坝 总投资高达2500亿人民币,更是创下了多项世界之最 三峡大坝带来的各种综合效益不言而喻 大坝的建成不仅做到了下游防洪 还有结束了自古川江不业行的历史 而且最大的经济效益还在于发电,缓解我国的电力供应紧张局面 然而不久前有这么一个大坝,还没等建成呢,造着造着就塌了 不过这次主角可不是印度,而是我们另一个邻居,老窝 老窝看过三峡大坝这么猛,打算也造一个超级大坝 于是请了多个国家来竞标,其中就有中国和韩国和日本 按照小杜的想法,以中国这个基建水平就不用竞标了 直接选中国来造就行了 就算不选中国的,选日本的也行 日本基建虽没有中国强,但胜在山多水多 建坝技术也有一些的 不过老窝不知道怎么被韩国人天花乱坠的方案打动了 拒绝了我国的团队,而是选择了 基本没有过大批量水电大坝建设经验的 韩国SK工程建设团队来造大坝 就连国际上许多工程师都对老窝的选择表示不理解 在韩国团队方案中 预计这个叫做桑片桑南内的水电大坝建成后 总装机容量可达到410兆瓦 年发电量可达到18.6亿度 对比三峡当然是没法比 可是在老窝的大坝中绝对算得上是超级大坝了 而这个项目给韩国人带来了1.1万亿韩元的收入 和美元10.2亿 换成人民币也有70多亿 项目投入几乎是之前印度决定那个大坝的20倍 是韩国在老窝的首个从建设到精灵再转让的项目 于2013年2月正式开工 原本计划在2018年投入运营 不曾想2018年7月23日晚 水电站在建中的腹坝发生溃坝 超过11立方米的洪水一拥而下 巨大的水量直接冲向了下游阿苏坡省萨南赛县13个村庄 其中6个村庄严重受损 约1.3万云受灾 是老窝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水灾 韩国韩联社报道称 参与大坝建设的53名韩国人均安全撤离现场 而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列车医疗队 则是抵达了此次溃坝事故受灾最严重的萨南赛县 开展定点收拾 巡回诊疗 微生防疫工作 并为老窝官兵和民众提供一诊等医疗服务 这次重大灾难是对老窝打算建成 中南半导蓄电池目标的极大打击 事后老窝的民众们更是说 项目开发商必须百分之百承担事故责任 对于大型基建项目 先进技术或者理念固然吸引人 但是成功实施的经验更加重要 感谢观看本期零度军舞 想说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期待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